大家好 今天是大家来练基本功 每天手指做运动 第24天 我是林方一老师 今天我们来练第18章节 快撞和弦 有这几种和弦 一样你可以扫描QR Code 我会有详尽的解释 什么叫做力气准备好 集中在指尖 快速出力按下 第一小手 它和弦的组成是 一二五 程度不好的学生 我们先让自己这三个音 可以整齐的按下去 往右边移动 整齐按下去 让我们的手 对这样的手心 有印象 手心 第二首 第二首是 一四五 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练 让我们的手 知道这样的手 形下去的时候 它就是 ソミソ 或是 ラファラ 四三 四三 四四 ド 啦 到 好 练会了之后 我们再练它的音色 弹和弦的时候 我们很少会这样 从很高处 砸下去 因为从很高处 砸下去的时候 容易砸不准 那你手如果在没有形状的时候 它声音会破破的 你手没有固定的话 声音会破破的 所以呢 我们会习惯 固定手型 快速往下 好 每个手指头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往下 那小指 一直练 它可以快速往下 但 下去的时候 指头 关节 还是要撑着 如果你快速往下 指头关节软软的 这样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好声音 所以可以一个手指头 一个手指头 练习 然后再来 两个音练一练看 两个音练一练看 再来三个音 放松 然后再重新开始 要记得放松是因为我们手 比较小的 你如果不放松 它是一直拉着 撑着 但如果手比较大的 它可以 它弹起来就会类似这样 它不用什么放松 但如果你手小的 一定要 好 要记得放松 有些 弹八度根本不吃力的 不需要 做 这个放松的动作 但你如果拉起来 手是吃力的 像在拉筋一样的感觉 像我的手 那么小 你就必须要放松 再快速的往下 那每个和弦是扎实的 因为通常我们谈到和弦的时候 是需要扎实的声音跟音量 所以我会这样练 那再来一四五 为什么还要练呢 因为四 是非常没有力气的 你要撑好你的指关节 快速的往下 撑好你的指关节快速往下 两个试试看 这两指非常难 必须这样练一下 大母歌当然比较容易 然后练好我们才 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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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声音 每一个都要扎扎实实的 不要 这样的声音 或者是 只有大母歌的声音 是全部 好 这两个和弦 练好以后 我们才能进展到 第三首跟第四首 要循序渐进 不要一口气 就整面都弹完了 如果你的程度 是属于中初级的学生 你要循序渐进的练习 那这个对于小手的朋友 是很好的一个训练 大手的朋友 可能觉得这个很容易 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对于小手 像我这样子的 我们就必须要练习 然后让自己习惯 一四五 它的形状长这样 我们会 就可以弹 有没有 每一个位置 或是一二五 好 这是今天大家来练 基本功 每天手指做运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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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